看起来是很帅的呀 知己知彼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四川成都的一对父子组合 我是父亲 我叫孟辉 大家好 我叫孟千寻 是孟子的第76代孙 我的名字来自宋代词人新契级的词 清语暗原稀中的众里寻他千百度 所以叫千寻 现在我在成都杜甫草堂当小小讲解员 欢迎大家来成都 我给大家当小刀友哦 你们是孟子的后人 是的 75代 您是76代 那我们算是见到圣人之后了 我发现这个小千寻很有意思 你说你是杜甫草堂的讲解员 志愿者 他是志愿者 免费为那个各地游客讲解 你喜欢杜甫 他哪首诗呢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为什么 因为这是杜甫写的第一首快诗 我不太理解 什么叫第一首快诗 杜甫的诗大多数都是有国有民的 这一首它是很欢快的 快乐的快 好 那么今天既然孟先寻说 他对杜甫草堂这么了解 又当过这么好的讲解员 我特别希望你今天能够闯关成功 好 有信心吗 有 加油 我们出题开始 请看第一个字 王 就是王谢唐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恭喜你们答对一道 再看第二个字 来 请看字 三题都对 请看我们第四个字 王 江入大荒流 新垂平野阔 我想像 我想像 垂青 呃 情脆皆荒城 远方清古道 情脆皆荒城 他们听你害怕都连着队的 三随平野进 另外一个是 新垂平野阔 像这个 像这个陈欣 李荒惠 带阅何除归 这个桃园名的也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带阅何除归大家熟 前半局往往会深一点 好 我们已经答对四道题 希望这五道题 一击击中 来 请看这第五个字 来 请看这第五个字 请看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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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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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霸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食物 您问化妆的事 您问您孩子 估计他也不知道啊 没事 你们有两次犯错的机会 影片使用了一次 请看下一个组 开 开 英联击齿应昌台 小扣柴飞久不开 恭喜你们 来 机会这样 你们通过了 家伙时钟导战战 你四题就慌 我当时一下就慌了 你是不是知道吗 就相当于 我给你挖了一个坑 那么你把它填起了 你的功劳最大 你的功劳最大 我给你挖了一个坑